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南都记者从携程商旅日前整合的中小企业商旅复苏报告了解到 相关数据显示 目前在平台上中小企业的市场交易额总量恢复程度为36% 商旅各条产业线都明显恢复活力 报告以酒店为例 针对酒店需求量较大的100家企业客户进行调研 对比发现 2020年2月至今预定酒店所花费的平均金额 分布在100至200元人民币间的公司数量 同期占比在明显上升 而金额在400至500元人民币间的公司数量 同期占比明显下降 也就是说 更多商旅人群选择更便宜的酒店入住